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二號 被西方媒體禁稱為 中國的沙卡洛夫的 中國異議人士方立芝 因媒體邀請來臺訪問 方立芝是中國知名的天體物理學家 原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 但天安門事件後 因為涉及反革命煽動宣傳罪 被開除公職 逃亡美國 晚年都在美國任教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號 前總統蔣經國的三兒子 蔣孝勇因為食道癌惡化 引發呼吸衰竭過世 享年四十八歲 蔣孝勇在早年 很長一段時間是氣症重傷 而父親蔣經國過世後 曾經參加過國民黨中央委員選舉 但當選後卻請長假出國進修 和家人移民加拿大 後來也取得加拿大國籍 意識錘一敲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二號 立法院三讀通過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三十一條修正案 汽車開在高速公路 以及快速道路上 後座都要系上安全帶 而五年後 立法院也進一步修法 現在無論在任何道路上 前後座都得系上安全帶 華視新聞木下翠潘建任 整理報導